曾世强解读道的经 我们中华文化 它之所以能够远远流长 之所以博大今生 主要就是靠这个是 什么叫做是 就是以前所讲的读书人 现在叫做知识分子 其实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以前我们说读书人 一定是说他懂得道理 不懂得道理 你就没有资格叫读书人 可现在的知识分子 他只懂得技术 他只懂得专业 往往反而不懂得道理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老子当年把识分成三等 叫做上识 中识 下识 那为什么要分成上中下呢 因为道很深 不是一般人通通都能够了解 当然你最后可能了解 但是刚开始 你不可能完全了解 你看小孩生出来 他不会说话 慢慢变成会说话 他很多事情不懂 慢慢地变成懂 上识文道 它是怎么反应 情而行之 第一个 他不会去批评什么道理 所以我们原来很喜欢讲论道 你如果读了道德经 你就会觉得 啊 原来自己已经不是上识的 你要论什么道 你还有资格论道 人家善等智慧的人 他只要听到道 他跟他内心是相通的 他就非常勤劳 不断地去实践 用实践来增强 他对于道的感悟 他不但不会怀疑 不但不会评论 更不会到处去讲给人家听 他不会 中士文道呢 若蠢若亡 中士就很喜欢评论 哎 这个是有道理的 这个文字上是这么来的 这以前是怎么说 现在怎么说 谁怎么说 怎么说 那写了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 就这证明 他是懂非懂 那下次文道的反应 就更妙了 叫做大笑子 为什么会大笑呢 因为道 他所显露出来的 往往是跟下次所想象的 刚好是相反的 这很有意思 那大家一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答案是根据老子来的 听起来也蛮可笑的 就说当然是这个样子 什么叫道 原来是这么悬 这么不实在的 我这个吃饭都来不及了 我还听这些 你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老子认为 不同思想认知水平的人 对道的理解程度不同 因此文道后的态度 也各有不同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增加 对道的感悟 成为上市呢 老子分析完这三种现象以后 他就告诉我们 故建言有之 什么叫建言 建言就是古人的言论 从古到现在 所流传下来的那些 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成语 叫做典故 你从这句话就知道 道的经 也不完全是老子的创建 老子说 以前人所讲的话 我把它集结起来 他也没有创建 你要创建干什么 那个真理是 自古自古以来 没有天地以前 它就存在了 你要有什么创建呢 老子所引述的 古人所讲的话 有这些 各位可以听听看 明道若昧 进道若退 于道若累 尚得若骨 大白若鲁 广得若不足 见得若偷 直针若欲 大方无语 大气 缅成 大阴 牺牲 大象 无形 道影 无名 这些话 有的我们听起来很熟 但是更多的我们听起来 总觉得怪怪的 为什么明道若昧 若就是好像的样子 你看真正光明的大道 看起来好像是暗淡 无关 你可以看到一片都是黑的 只要有一个亮点 总觉得好亮好亮 是不是很黑暗 稍微做点好事 不知道啊 换句话说 你背景如果很亮的时候 你这个人再亮也不过如此 这个大家其实从现象当中 你可以体会得到 只是你猛然间听到这个 你就觉得很奇怪 这就证明 我们的认知 经常是相反的 不是真的 进到若退 前进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是越来越退 不 你刚开始什么都不懂 突然你懂得觉得 我进步好快啊 一考就考四十分啊 然后四十分要考到六十分 你就觉得越来越难啊 六十分以后要考到八十分 那简直是没办法了 你又前进得快 你就又感觉到 好像天天在退步一样 遗到落泪 平衡叫做遗 渠渠不平就叫做泪 宽平的大路 走起来好像屈居不行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的体力会疲倦 上的弱骨 高尚的品德 它好像什么 好像很低蛙的深谷一样 大摆落鲁 大摆的意思是说 你的功劳很大 落鲁 好像受到耻辱一样 为什么 大家如果看到郭子怡 你就知道了 郭子怡 他很会打仗 他每次战胜回来 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辞职 人家都笑他 你回来战功标柄 马上又要升官了 你还辞职 其实在历史上 所有的将军里面 只有郭子怡 是俯禄寿 祭权的人 就是他懂得道德经 我一打圣仗回来 我就神气得很 谁最不高兴 皇帝最不高兴 让他心里想 你回过头来 要威胁我的 人家郭子一得到胜利回来 辞职 就表示我没有想什么 我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你皇上不用担心 皇帝也真的就把他贬了 贬了他就当做正常 虽然受到耻辱 他也很安静的去接受 然后一阵子又回来 右边呢 又回来 广得 若不足 广就是广播 广大 你德性很广大 你就永远感觉到 修养不够 我很不足 我还要继继续努力 为什么叫做见德若通 像这句话一听就觉得很奇怪 老子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立德 你最好不要让你的指导 因为你想让人家知道 你的动机就不纯正了 而且人家知道以后 人家会嫉妒你 人家就会想办法打击你 所以真正修养的人 他是不要让人家知道的 他好像自己是小偷一样的 生怕人家知道他在修养 直真若语 直真就是 直谱真实 但是好像很容易改变一样 语就是改变了 天真的婴儿 他没有主观 他没有成见 他随即应变 他是每一样事情都很自然 就是因为他很直谱 很真实 所以他看起来很容易改变 好像他没有原则 可是一旦长大就开始来了 妈妈 我要你抱我 那婴儿没有 婴儿从来没有叫妈妈要抱他 只有孩童才会 买那个给我 那就是孩童 婴儿不回 大方无语 语就是角落 像这个桌子 它有四个角落 你为什么可以看得很清楚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你看得这么清楚 怎么会无语呢 明明是个语 因为它小 所以你看得到 这样各位才知道 方就是圆 圆就是方 因为方太大了 就跟圆一样 就跟圆一样 这样我们才听懂说 这个人很大方 就是他很圆通 这个人很圆通 就是他很大方 大气免臣这句话 你看你做一个小东西 可能两个小时就做完了 你如果要做一个万里长城 那可能多少年都还做不完 所以一般人都说 大气 晚城 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实际上 如果到了 到了层次 你根本没有成不成的观念 成又怎么样 那不成又怎么样 一旦有了功利性 一旦有了目的性 你这个人就很容易走偏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晚节不保 就是因为他还是要有成的观念 我没有成的观念 而且没有早晚的观念 哪里有早晚的观念 只要我活着 我就这么一路走下去 大因 牺牲 大道的因 近乎无声 你听得非常清楚 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象无形 你看象 我们就用普通的象来看 太大肢的 如果这个小孩子 他看不懂这个象是什么形状 他看不懂 如果大人的话 你看到大道的象 他是近乎无形的 你看不到头尾怎么会有形 道影无名 大道是没有名字的 是我们很勉强 才把它叫做道 你就不必再问道是什么 不必再问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名 很勉强给他名字 你来问他 为什么 那你不如不讲话 你不如不问 你情而行之 你真正从实践当中去体悟 那不是更好吗 老子引用了这些古代流传下来的话 最后他的结论 只有一句话 呼为道 上代且成 他说天底下 只有道这个东西 他是很大方的 你要接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不跟你计较 也不收你利息 更不要你担保 而且他帮助你 有所成就以后 他不拘功 他功成不拘嘛 他把所有成就都让给你 读到这里 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感觉到 老子的修德的功夫啊 他不但要重视自己的积极性 他还有很多世俗所无法了解的女物 因此 他自己做给我们看 我们要不要学他 他也不管 浅修密行 见得若偷 一个人啊 好好的 安安静静的 不要说什么都要人家知道 你就修自己吧 你就让自己一步一步的 从知识面 然后到道义面 然后到人心慈悲 充满了慈爱 然后最后把这些德都忘记掉 那你就变成 上德不德 事与有德 这时候你跟道就非常洁净了 这时候你跟道就非常洁净了 我会不得了 就像这样人家一样的 那我会不得了 我会不得了 我会不得了 这个地方 我会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